中共官员大动作号召抗复者缺陷 宣称武汉肺炎抗复者的协议州具有病毒抗体 用抗复者的血浆治疗重症病患有一定效果 但国内外专家持不同看法 血浆疗法存在病毒感染与人体排斥的风险 甚至有可能假种病情 以伊波拉为例 开发血浆抗体注射疗法就用掉了10年时间 中共官员现在就宣传血浆特效 引起质疑 他们有将近快10年的时间去标准化这个自备的过程 我要去什么样的一个血浆 我要应该打多少的量 那这些都已经有经过动物试验 去重新做检测分析过之后 才做的才做这样的一个策略的治疗 过治疗过程中有没有严谨的对待 病患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人权的概念 用抗体来治疗不是一个好的策略 那个是应急少数个案可以使用 当你病人多的时候 你不可能用这个方法的 所以你还是必须靠药物 另外还要有人去看着他们 这个去检讨他们的治疗 是不是有好处 所以这个内部要有内控的机制 台湾医师表示 抗体治疗属于下下策 而且只能用在少数病人 终究还是要发展抗病毒药物 而且必须有好的内控与评估机制 才能确保病人的健康状况 新唐人亚太电视 专用如台湾整理报道